佛佑 法音清流 Just for you 生死学系所 及自然疗愈所的这一位教授 也就是我们的拥有法师 法师吉祥 吉祥彼此主持人 法师非常的温和 谢谢法师 或者是法师一直在研究的 就是跟我们的生死有关系的主题 是的 研究了很久了 大概多少年了法师有算过吗 20年有啊 所以法师20多年的 那个学习的路程 因为谈的都是生死课题啊 因为我们都说 有生就有死嘛 可是法师会谈这个课题的时候 会不会越谈越悲观 或者是越谈越乐观 还是怎么样呢 越谈越明白 越谈越清楚 那当然会比较乐观 因为呢 就是看得比较明白嘛 看清楚生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多人就是很害怕 人生的最后一刻嘛 我们都很怕死 是啊 因为害怕 所以还要更加的了解啊 所以要来读生死学嘛 你看我在招生了 怎么办 没有 法师我觉得 真的 法师其实你不用招生 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有生死学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在去年就是有这个机会 在主持了我们的一个生死论坛 我就发现 诶 其实这个课题 是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 应该说 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 一样要走过那个 生活病死的过程 都避免不了 所以是跟每一个人都相关 因此你看我们的同学们 我们学生们是来自各界 医护人员 还有安养照顾的 然后还有心理智商的 各行各业都有 就是代表着说 这个生死学 是人人都会想要去了解的 所以变成说 我们人人都想要了解的时候 可是我们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不管是临终前也好 或者是陪伴可能自己 最亲爱的人临终的那一刻 其实大家都逃离不了的是 那一个很难割舍的 那一份情绪跟那一份情感 最难过的 我觉得还是那一个课题 是的 这叫做人之常情 如果说自己的周遭 有亲有往生的话 那么难免会难过 因为毕竟都是人类 人类是有感情的 但是如果说 我们可以更加了解 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呢 人如果离开了人间 可以去哪里 那么他可能 就可以降低那种悲伤 以及说 在世的人呢 也可以降低 死亡对他的威胁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说 如果那一位是长辈的话 不管是可能自己的亲人 还是我们不认识的 他如果说在死亡之后 然后我们可能去瞻仰怡荣的时候 可能就会说 哇他笑得很好 他很慈祥 就认定他应该是去到好地方 然后可能说再生者 就会比较释怀 是的 这个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 一个人可以很安详的离开 然后还带着笑容 这个不容易 我们好像谈得有点严肃了一点 法师觉得很严肃吗 OK 当然我们就是可以换轻松一点的 所以变成说 我们死亡是避免不了的嘛 对吧 每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就是不管任何阶级 任何身份 任何肤色 任何种族 肯定有生就有死 那这样子来看 以法师就是呢 研究了生死学二十多年的时间 法师如何看待人生这个议题 人生 人跟生命 人跟生命啊 人生的话就是 你要怎么定义它呢 就是我们人来到地球 吸第一口气 以及呼出最后一口气的一个过程嘛 对不对 法师讲到我们这样听了 就好像云淡风轻哦 对呀对呀 这是的确啊 可是哦 过程可精彩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每个人生老病死 不过师父大师 他都把它 把它说成是老病死生 就是带着一种希望嘛 人是向着心生的存在 还会比较正向一点的思考 好 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看哦 我们人哦 生活在地球上 悲欢离合 生离死别 几乎都是难以避免耶 对 你可以去问 哪一户人家 没有人离开人间的 没有 对 以前佛陀时代 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对啊对 啊所以呢 就是怎么样子 让这一段时间 可以活得比较有意义 再看就是 我们要去追寻的吧 所以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当法师在研究生死学的时候 然后人生真的就是第一口气 跟最后一口气 那法师这些年的经历 法师觉得说 自己过的人生 你会怎么去形容 我自己的人生啊 我很满意呢 哦 法师非常满意 满意的意思 并不是说呢 好像生活非常的富足 或者是有像一般社会上 名望啊地位 本来我出家也不在追求这些嘛 对对 而是说满意我自己的身份 这样子一个身份 活在人间 然后我可以跟着大师学习 然后去讲授课程 跟生命有关的很多的课程 我想这些对我的学生 也会有一些启发性 然后呢我可以去演讲啊 去跟很多人接触 那这样我觉得 我可以在我生命的这些阶段啊 透过各种的活动啊 能够多帮助一些人 所以我很满意 我的这样的身份的人生 了解 所以也谢谢法师 就是愿意 就是呢 这样子好好的去研究生死学 然后跟很多 可能当下有些人不需要 但是可能有些人需要 可能法师的一句话 或者是一个提醒 会让那个人 对他的生命改观 其实是 应该说间接或直接 都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任务 法师我觉得 我不敢说是非常伟大 但是我可能觉得这样很好 这样的身份很好 明白 你看我们每个人在地球上 都扮演一种角色 看就像你这里啊 扮演一个主持人 也很重要啊 你透过麦克风 把这些人的讯息 或者是他们所讲的内容 来让更多的人 可以吸收到这样的知识 或是去体验这样的感受嘛 对不对 这个也是很好的 这个身份角色嘛 你有没有满意你自己的啊 法师问回我了 我非常满意 我也谢谢父母 上天给了我一把 就是声音 是可以呢 用这个口说好话的方式 就是透过自己的工作 然后传递我们所讲的俗称的 一直说的那个正能量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说 如果有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 是可以帮助到对方 或者是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对我来讲就是功德无量了 所以我一直都很满意 而且也觉得说 这个职业真的让我在这个人世间 没有白走这一招 所以你很满意自己的角色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好 关于好声音的故事 哦好呀 很久以前了 有一个人呢 他其实他后来出家了 他叫做善和比丘 善就是那个 善良的善 善良的善 和气的和 善和比丘 他呢长相丑陋 可是呢 他的声音非常的美 旁边人就觉得奇怪啊 就去请问佛陀 为什么为什么 善和比丘是这样一个人呢 那么佛陀就跟他讲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善和比丘其实是一个建筑工人 那么有一次就是那个国王呢 他想要建造一个舍利塔 那这个舍利塔就有很多的工人嘛 一起来施作 然后这个善和比丘 当时他呢 也是其中的一位 可是呢 他心里面一边坐 一边就会犯低谷 就想说 哎呀 这个为什么 这个小小的舍利子啊 就要盖这么大的佛塔呢 好 这不耐烦就是了 那么心里就是升起 不是很好的念头 后来看到舍利塔 盖得差不多好了 就有人开始来拜佛 礼拜舍利 他心里面才觉得说 哦原来建舍利塔 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他原来是参与了一个 很重要的工作 很重要的工程 那心里面就觉得忏悔了说 我怎么会升起这样的念头呢 所以呢 他就想要补偿一下 去宴请很多人 供养很多人 然后特别的是 在那个舍利塔上面 坐了一个金铃子 金铃子好像风铃这样 那风一吹过去 他就叮叮叮叮叮叮叮 非常的好听 所以因此呢 佛说因为他这样的功德力 所以使得他这一世 作为一个比丘了 他的声音就非常的美好 可是呢 因为过去世嘛 你那个念头不是很好嘛 所以这辈子就没有能够 长得很端正 所以因此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要守护自己的心念嘛 然后呢 也告诉我们说 可以像你这样一个好声音 一定要多说好话 对不对 是 谢谢法师 用这个故事来提醒我 时刻要说好话 同时要保持正念 要用这个天赋 来好好的去 为这个社会 多做一点什么 对吧 我听到这个故事 我也觉得很感动 谢谢法师的一个提醒 如果说法师 我们谈到这个好声音的故事嘛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 过去是他原来有 这个善和比丘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姻缘 所以变成说 他当下种下的因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 就是呢 他一定会牵扯到 我们所一直在提到的轮回 这一件事 因为有些人就说 哎呀 谈轮回 就是佛教徒才会谈的 不是哦 轮回 我有研究的哦 对对对 就要请法师来 轮回是佛教 印度教 奇纳教 基督教也有哦 在早期的时候 他们也是有轮回思想 但是在军事坦经大地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想要控制人民的思想 所以这部分的想法的这个文献就没有了 就被拿掉了 是这样 然后在台湾的民间宗教也是有 道教也是有 嗯 但是呢 我个人会比较倾向认为说 他不是 只是宗教的理念 而是生命的实际状况 因为在国外 也不少人在研究哦 比如说 Dr.Brainways 这个美国的精神科医师 他呢 其实是个基督徒 用回溯的技巧 帮他的个案凯撒林治疗 但是这个凯撒林个案 一直回溯到 很多不属于今生今世的时间跟场景 那么也在不同地方投生 那么他心里面很疑惑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是个基督徒 他也 以前也没有这种轮回的观念 后来就去找资料 才发现到说 原来东方是有这样的思想 所以这时候他才相信说 人是会轮回的 因为他的个案 就已经经历了86事了 哇 这么多 就是他的个案在经历 那个催眠的过程当中 把86事的记忆给叫回来 是的 是的 他用的技巧应该是一种回溯 回溯到早期记忆的技巧 但是呢 没有想到他的个案的记忆 竟然回到了比他这一辈子 出生更早的时间 了解 所以法师变成说 他这个是有我们讲的科学论据 去断定的 有的 有的 还有一个人叫做Stevenson 他呢在全世界各地收集了 2000的个案 他认为可能是轮回了 那么他针对其中20个案例 特别的加以研究 他怎么研究呢 他会把 比如说这个女孩 那么他有前世记忆 想起来 他过去是在哪里投胎 那么他会想办法 把这个女孩带回到 他前世的家庭 然后去跟前世家庭里面的人 做比对 对话 观察他们彼此 之间的互动跟反应 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啊 叫做 20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那就把这个过程都记录在里面 他是很客观的在做 研究了 用一种科学求证的态度在做 所以这些人其实 他也不一定 就是以科学的角度来看待 或者是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待 所以看起来就是 会比较客观 比较中立 既然他们也不一定相信 是轮回吗 刚开始你看那个 Dr.Bernweiss他也不相信 可是他可以做得出来 带着人家 他做治疗都可以做得出来 代表轮回这件事情是客观的 而且是有科学认证的 是的 是的 我会比较倾向认为 他就是一个生命真实的样貌 以法师的研究来看 或者是法师的理解 也就是说 轮回它不仅限于在于宗教 因为在于宗教 大家就会说 因为你相信那个宗教 所以你到最后的依规 你就会回到你的那个宗教的那个精神里边 对 所以我会认为说 释迦牟尼佛 他其实在菩提树下 开悟的时候 那时候他有悟到一些事情 然后他在初夜时分 也非常清楚地知道 回忆起他过去一世 两世 三世 五世 甚至于百万世 他自己的前世 每一个细节 每一次的投胎 在哪里投胎 叫什么名字 什么身份 什么种族 他一生做了什么事情 他都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他同时也能够很清楚明白 百千万众生 他们的过去式的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觉悟的人 佛陀 他所告诉我们的事情 是他所证悟到的 那所以因此我会认为说 这个就是人生命的真实状态 人会轮回吗 那轮回有可能再六道轮回 那么也有可能超越六道去了 超越轮回 以后就不再轮回 那境界更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 我们以法师这样子 聊到轮回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们常常说 因为你会轮回 所以变成说 我们今生今世 生而为人的时候 就要做好事嘛 那如果说你种下的那些恶念 或是做下的坏事啊 他可能今生不报 他下一世就是才来报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法师会怎么去看待 我觉得因果是很科学的 它不是迷信的 那么因跟果之间还有圆 就好像一棵树 一棵种子 你要把它养大 然后把它种植长大 你要有阳光空气水 但是呢 阳光空气水 每棵树 它所得到的这三个要素 是不一样的 这树呢 得到的水多 有的树可能就很缺水 对不对啊 它就长不好 所以因此呢 这因跟果 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还有各种因缘条件 也很重要 这个事件很 几乎说 每一件事情 都是跟因与果相关 当然佛教里面会讲说 我们现在所受的一切 是跟过去有关系 那么我们的未来 也跟现在会有关系 但是我个人会比较着重的是 像大师他所讲的 我们可以改变命运 可以创造命运 他假使说 你觉得不满意 你今生今世 所受到的这种果 当然果有好的 那也有不太好的嘛 那么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在我们人生当中 可以用我们的力量去改变它 去转变我们的人生 对所以我们常常说 命运其实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吧 所以它其实是有科学认证 因为当我们站在宗教的立场 去探讨的时候 难免大家就会觉得 那是一种迷信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今天用科学的角度去探讨 就是我们的轮回 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好像跟人都脱离不了关系 就是除了自己的成长背景 自己会发生的事情之外 那其实跟人际关系 就好比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时候我们真的 就是可能在街上走着走着 看到某个人的脸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 但是我明明知道 我跟他是不认识的 所以法师 这个是怎么说的过去呢 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人的过去的记忆 然后都是储存在 第八阿赖夜市里面 但是我们人的记忆 难道只有我们想起过去式的时候 才出现吗 才显现出来 其实不是的 我们人的记忆 是在我们人的现实生活当中 不断的起现行 就不断的起作用 怎么说呢 就像你刚刚讲的 看到这个人 觉得很投缘 对不对 可是有的人 你跟他相处了很久 他没什么话说 就是话不投机 半句多 对对对 那有的人第一次见面 你可以跟他讲上 三天三夜的花都不嫌累 是是 仿佛有一种 那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 每一个人的那个 那个感受力都不一样 但是这又怎么去解说呢 法师 真的也跟轮回有关系吗 在我的研究里面 就是我们现实很多事情 都跟过去有连结 包括了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跟一个人很熟悉 可能初次见面 却有一见如故 或者是初次见面 就觉得他很厌恶 很多形容词嘛 你看中文 一见你就怎么样 一见你就笑啊 对然后 一见如故啊 还有什么 一见你就什么 一见你就笑 一见你就 好讨厌 还有一见钟情 一见你就不小心爱上 这样子 所以我们法师 就是他很奇妙的一个缘分 所以当我们如果说 有去了解了轮回的关系 三世因果论的话 那会不会是说 我们其实生命中 在这一生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活在这一生当下嘛 我们见到的每个人 给我们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那个 那个相处模式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不是都可以 跟他扯上轮回的关系 或者是我的研究 你们是觉得 一群人 如果会相遇 通常都是有缘分的 只不过呢 缘分是有区别 善缘啊 或者是 你觉得不是 很好的缘分吗 或者是说 也就是那么淡淡的 这样的感觉而已 在国外有研究呢 他们叫做 Kami Group 就是 Kama Kama是业力 Kami是兄弟 Kami Group 就是业力的群组 如果要直接翻译啊 业力的群组 可是我会比较喜欢 把它翻译成为 有缘的群组 业力的群组 听起来就比较悲 对嘛 就是因为我们有工业 所以才会聚在一起 其实业是也有好的 也有好的 所以呢 你看就像我们 我们Naya 你那个WhatsApp 很多群组嘛 所以这就是一种缘分 他们认为说 也就是会轮回 那我的研究里面 也发现到 人的关系 都会转变 可以轮回在一起啊 可是呢 过去是母女 那么这辈子 可能变成同学 下辈子 或者变成同事 这就是轮回的特色之一 关系会转变 然后性别 有可能会转变 哦 就是你这辈子是 你的 那么你前辈子 或许是男的 明白 男重 还有就是 他每一辈子 经历的事情 不大一样 了解 所以变成说 当我们讲到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人际关系图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 轮回 有一定的牵引 就要比说 我们常讲啊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说是夫妻的话 他就是说 我们中文不是有一句话吗 千年修得同传度 就是要修得千年 他才可能在这一生 或者是某一世 他有机会成为夫妻哦 嗯 的确是这么说吗 法师 没有缘 大概不会聚会在一起吧 好 有缘才会相会吗 那就看是 善缘啊 或者是 儿缘 但是大师教我们的是 要善缘好运啊 不管是怎么样子啊 不好的缘分的话 那你就想办法 这辈子能够把它改善 对 那我们可以接着 佛教里面的方式 多做回向 比如说忏悔啊 拜忏 这些方式 都可以来做改善 了解 所以既然我们 就是轮回跟人际关系 永远脱不了关系的话 那其实就是我们 就如大师所说的 我们就是要经常 应该说时刻 都要广结善缘 他的意思就在这一边了 是的 你看大师 他的一生 用尽各种各种的方式 在跟人结缘 比如说呢 他组织巴西 如类之子的 那个主修队 像我们南华大学 现在都在我们南华大学 那么他也组织棒球队 组织女男队 有没有 那么喜欢运动的人 就看到我们这些球队 原来是佛光山所培养的 佛光山的大学所培养的 那么大家就会有一个印象 这样子 就知道 还有佛教这件事情 那么大师呢 他也写书 写了将近400册了 全体已经396册 可能还会再继续编更多 然后他有一部书 叫365天那一本书 对对对 他就放在铝色里面 给人家看 可以说是用了很多的方法 来跟人结缘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师是 非常的有智慧 你看他建了一个佛陀纪念馆 有没有 佛陀纪念馆 里面的佛很大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 你如果走到佛陀纪念馆 有一件事情 你绝对躲不掉 是什么 一件事情绝对躲不掉 上洗手间 走路 上洗手间 还有 买纪念品 吃东西 还有 还有啊 就是礼尽佛陀呀 礼尽佛菩萨 这就对了 因为你走到佛陀纪念馆 你一定会看到大佛 对不对 对对 你躲也躲不掉 对不对 肯定躲不掉 因为大佛真的很大 对对 从上面看 从下面看 从远处看 从近看 都一定会看到大佛 对呀 所以你走进去 一定看到大佛 可是有的人 没有走进来 他也会看到大佛 对 远远的 你就看到那尊佛 这么大 在佛的纪念馆那边 见到佛就有缘了 那就跟佛有缘了 对不对 所以大师是非常的有智慧 了解 所以当时候 也非常慈悲 所以大佛要见得那么大尊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其中的因素 就是只要你看到佛像 基本上你就结下了这个缘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 对对对 如果大师信念很大 他不仅是度佛教徒 他希望各式各样的人 都可以到那边去 就像我们东禅寺 你看 我们东禅寺 那个佛堂 佛也很庄严 还有我们东禅寺 过年的期间 灯 灯会 要有大龙 大家来到这里 参加过年的这个节庆 自然而然 你会看到佛 会看到我们那个佛如此的庄严 是 然后见佛就有缘 就结下一个很好的善缘 当然了 有时候我们也不那么的一定说个佛字 可是只要我们对人好 大师都教我们说 我们对人好 然后 三好运动 对 这个就是跟人家结了一个很好的缘 所以你刚刚提到轮回吗 这轮回人际关系 是都会有的 但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那这样的关系 要维持的好 或者要改善 真的就是像大师所说的 广结善缘 善缘好运 然后这里就是最好的喽 是 所以谢谢法师的提醒 因为这个它的确不是宗教论 它也不是一个精神论 它的的确确就是 生活 对 很生活化 也就是我们人间佛教的 是的 因为刚才法师说嘛 你看我们广结善缘 善缘就会走好运 他如果这样子诠释的话 因为当你一个笑容 可能我们就举一个很生活的例子 可能你就是走一个 在路上走着走着 可能迎面而来的那个人 你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 你看点头 微个笑 就是可能对方也会 感受到你的那份善意 他也会回你一个微笑 其实在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 他就已经结下了 那个五行的缘分 可是你不知道 可能转个头 你在前面走路不小心跌倒 还是什么 不是诅咒啦 就是可能你就会需要 别人来帮忙 很可能该给你 就是微笑的那一个朋友 陌生人 他就会及时给你帮助了 那个就是我们结下了一个缘分 对 就是结下了一个好缘 你帮助了别人 或者是别人帮助你 彼此都成为贵人 对 我是你的贵人 你是我的贵人 就这样 彼此都会有好感 觉得这个人不错 帮了我嘛 不错 那么就是 以后再见面 就会觉得很高兴看到这个人 对不对 是是是 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 当然我觉得 从法师的这个说法里面 我们可以再延伸 我们不一定是说 是要帮助别人 才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 我们就可以先做自己的贵人 就是有没有别人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有这个能力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是别人的贵人了 你说得非常好 谢谢法师 也因为法师说的这个轮回关系 跟人际关系 他一定是生生世世 就是永相随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 就是来世 我们就是结来世缘 就就像是 现在讲那个量子物理 有没有 有一个字眼叫做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 我觉得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关系 我是希望它能够翻译的 更好听一点 纠缠就觉得很乖 很理不清 这样子的感觉 对不对 应该说就是 两个曾经相遇有缘分 那么不管到哪里 哪怕已经穿越时空 到不同的地方 就像你跟你自己的祖先 一样 那种关系 那种失恋 或者是那种关系 还是会连结 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 也是这个样子 因此呢 就是要结好 缘比较好 还有呢 这个量子纠缠 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很想改名字 可以啊 法师就是可以畅所预言的 改成什么呢 法师 量子互动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的确的确的确 因为纠缠在一起 都好像有点 剪不断理还乱 但是的确 它是有互动的 就是有你来我往的 对对对 如果我们用这个道理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通常都会有连结啊 其实这个就像是那个 大士之菩萨的念佛 原通章 他不是讲说呢 我们念佛啊 要像是如子依母啊 经文里面说 若子逃世 虽亦何为 意思是说 佛菩萨 思念众生 照顾众生 就好像母亲 在照顾孩子 但是如果 这个小孩呢 逃走了 一点都不会想到 自己的母亲 那么 哪怕母亲 很思念孩子 那有什么用呢 因为你又不回头 又不会想到我 所以因此我们对于 佛菩萨的信念 以及关系呢 我们就是要 就像孩子在 思念自己 的母亲一样 那样子去想念她 那么 彼此之间的 这种量子互动 量子互动的关系 就会让我们跟佛菩萨 生生世世的 在一起 啊 很好的形容 对对对 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牵在一起的 所以变成说 我们生生世世 都与佛结下了 这个善缘 是的 是 如果我们说 真正要聊 轮回的关系的话 其实法师有说 不只可以聊 人际关系的面向 因为他有太多面向 可以聊了 对 我觉得说 如果真正要聊 一个轮回的议题的话 应该三天三夜 都聊不完吧 对吧 讲不完 我讲一整个学期了 真的 因为法师就用 二十多年 就是在研究 生死学的这个议题嘛 所以它是非常的广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以法师 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用轮回 人际关系 对于我们现世人 就是我们现在 身而为人 法师有什么样的叮咛呢 想好的 不要想不好的 看到优点 少看到缺点 然后呢 多赞美别人 少批评 这样你就会快乐一点 你也会 人缘更好 也是真的 就是印证了那句 我们就在这一生 广结更多的未来缘 不只是未来缘 现世缘 也有嘛 现在的缘 是 也很重要 也是需要去经营 明白 也是需要 跟人家好来好去 那大师有教过我们 他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好像在跳探口 然后我进你就退 你进我就退 就进进退退 不过没关系嘛 就是人与人之间呢 有时候很好 那有时候可能 有时候工作还怎么样 会稍微有一点意见 或者是 彼此之间有什么摩擦 但是呢 这些 有时候放长远 来看生命的话 就不要太在意 一时的事情 你就笑一笑啊 看断他 然后又彼此可以和好 这样子 人生走起来会更愉快一点 会有好朋友嘛 把敌人变成好朋友 然后大师也讲过 就是说 如果呢 你要跟人家有好的缘分 那么你要先喜欢他 明白 释放你的善念 好的念头 所以我们才说 先做自己的贵人 你才可以做别人的贵人 所以你吸引到的 都会是善缘 是的 你的念头 如果都是好的 那么你吸引过来的 就是好的 善的事情 会降临到你的生命中来 因此我们要 常常的 散发这种好的念头 就像是佛教有讲 慈心观一样嘛 把我们的慈悲心 送给周遭的人 然后你可以扩大范围 越来越广 越来越广 如果说我们可以转念 刚开始你可能觉得很困难 那个人对我不好 我为什么要对他好 对 非常难 非常难 但是如果这一年 可以转过来以后 你就会快乐起来 你心里没有负担 对 对不对 你心里反而轻松了 所以人与人之间 轻松就好了 是 因为就是 那么难得的 来到这一世 对啊 对吧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创造更多的好园 让今世过得顺遂一些 让下一世也过得 更踏实一点点 是的 是的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拥有法师呢 给我们聊了这个 本来很沉重的 觉得说轮回的课题 生死的课题 但是其实就是 可以轻轻松松的去聊 就是用一个善念 去好好经营 这一世的人生 因为大师把人间佛教的精华 浓缩成为山豪 嗯 对 让你觉得说 好像我应该有能力 可以多多少少 做一些做一些 然后就越来越进步 了解 好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拥有法师 真的非常 非常轻松的一个分享 感谢拥有法师 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 欢喜自在 那另外呢 也提醒你啊 可以透过Spotify 或者是Apple Podcast呢 收听我们 For You Podcast 其他的这些 非常有深度 以及有意义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碧枝 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给你送上这一首 很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歌曲 那就是 人生是过客 我们下一期再见 做人 要像一面镜子 照亮别人 也照亮自己 要像一本不自卸下 生命的功果 请面一生 该怎么做 做人 要像一个始终 滴答滴答滴 分秒钟 不空过 要像一人 不自卸下 生命的功果 儘勉自己一生 該怎麼做 春去秋來 人生而落 匆匆的來 又匆匆而過 時間的長河 人生是過坑 春去秋來 人生而落 匆匆的來 又匆匆而過 我空空的來 又匆匆的走 作人 要像一面鏡子 照亮別人 也照亮自己 要像一本不自寫下 生命的功果 經驗一生 該怎麼做 作人 要像一個時鐘 作人 要像一面鏡子 寫下 生命的功果 經驗自己一生 該怎麼做 春去秋來 人生而落 匆匆而來 又匆匆而過 時間的長河 人生是過坑 春去秋來 人生而落 匆匆而來 又匆匆而過 我匆匆而過 我匆匆而過 我匆匆而來 也將 空匆的笑 我匆匆而過 春去秋來 人生而落 匆匆而來 又匆匆而過 時間的長河 人生是過坑 viol漲圆匆曾去秋來 人生而落 匆匆而來 又匆匆而過 我匆匆而過 我匆匆而過 我匆匆而來 也將 匆匆而過 索匆會 譬如差 另一面鏡 뜬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